现在我们来介绍一下 这个彭世锋老师设计了一个模型 跟我们本来讲解的事情道理是相似的 可是它有一些其他的特色 我们现在请彭老师自己来说明 我们来看这里 今天我在设计这个时候 因为我们平常的地球仪 我们没有办法看到它的地走 所以我就选了两个半天球的透明的模型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用一个铁棒 穿过它的两个90度的地方 这个时候我们把它接起来 我们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 今天地走在我们的地球的中间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在在我们每一个纬度的地方 我们可以放上一个人 那因为对我们人而言 我们会认为不管站在哪里 我们都是一个地面都是平的 因此我们在这里 我们加了一个那个平面 我们当作是我们站在那个地方 我们人会认为我们现在站的都是平地 再来我们可以从这里看到 当我今天站在每一个地方的时候 每个人都是垂直地站在地面 所以我就这样子将他垂直地放入 放入我所要知道的纬度 那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这个地方 如果上面是北方 那现在这个人他是位在北纬30度的地方 那当我将这个人放上去的时候 而他今天所指的日轨的这个方向 我们可以看到他就是阳角30度的地方 你再指一次给我们看鬼针在哪里 好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他的鬼针在这个位置 好 那他的地平面 在这个模型上表示的 你的刻度是从哪里算起的 好 我们可以看到 当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呢 我们人站在一个地方的时候 我们认为这样子都是地平 都是零度的 好 当我今天站在这里 好 那我要看到 这一个跟地轴平行的方向的时候 也就是我们的鬼针 我们会这样子开始跟我们的地轴平行 那当我今天移到这个刻度 我们就可以看得到 他从这里开始 阳角到30度的时候 他刚好跟地轴平行 而这里就是我们的鬼针 这就是我们说的 一个日轨呢 鬼针一定是 由地平线朝着北方 在北半前朝着北方 拉高阳角等于当地的维度 那他现在是放在北尾30度的地方 做这个模型给大家看 那你再试试看 放在别的尾度的地方看看 好 那我们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呢 如果我们要将这个人呢 移到45度的 那北尾45度的地方 好像将他放下 然后放到45度的地方 好 这个时候呢 那这条红线呢 是我们原来的零度线 那他现在呢 他要跟地轴平行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 他现在这样子 跟地轴平行 指着地轴北方 那个北极星的方向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时候他的那个阳角 就变成是45度 所以我们一再地说 用鬼针来做日轨的时候 鬼针一定是对着正北方 拉高阳角等于当地的维度 那这样的事情 在南半球可以吗 在南半球也是可以的 好 那我们现在将这个人呢 放在那个南半球 45度的地方 那他的鬼针呢 也是一样 要拉高 拉高阳角 跟当地的维度是相同的 那我们看到这里 他拉 我们现在位在南尾的45度 他拉高阳角45度的时候呢 他也刚好跟地轴平行 嗯 也要说清楚 他是对着南方 对着正南方 拉高阳角 哦 好 可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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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